在抗战期间,无数热血战士在战场上奉献自己,在战场上除了神悔之策的谋略,还需要无谓的战士和大量的武器,如果没有武器,那么只能让对方追着打,很难取胜,但是在抗战期间,火军的武器弹药是十分稀缺的, 那么士兵们为何不捡日军遗留的武器来使用呢?这件事被一位老兵含泪说出了原因,下面小编就给大家讲一讲几件事,抗战期间,虽然中国也在学习先进技术,但是工业方面一直处于落后状态,虽然我国有许多工厂也是十分不错的,但是奈何人多,武器自然就不足了,不过那些拿得出手的工厂,他们到处的武器也是十分棒的, 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,要归功于张作霖,张作霖对当时东北的军事发展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,后来日本人找到张作霖,想在中国开采矿,张作霖直接拒绝了, 但是他却在一次外出中,撕在了日本人的暴富之下,令人痛心,在张作霖去世之后,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了,他们开始为所欲为,将东北的工厂兜战位挤用,变成了日本人的军事基地,他们生产出武器弹药,给前线的日军使用,国军的弹药补给就更拮据了,在战场上弹药不足,这可是大事, 关乎到一场战斗的胜负,武器弹药问题,一直困扰撤冲在第一线的战士们,这时候有人会问他,战场上掉下来那么多武器,弹药,为何不去捡日军的武器,来用呢? 据小编了解,一位抗战老兵给出了答案,他说,战场让地方撤退时,可能会因为着急,遗留下来一些武器和弹药,但是就算我们再缺少弹药,也不敢轻易地去捡,这其中有很大的阴谋, 好,因为日军知道我军缺少武器弹药,于是他们就在撤离的时候,在武器弹药附近布满了地雷,只要我军战士去捡,就被炸得粉身碎骨,十分可恶,有了这种经历,我军对日军遗落的武器弹药,就十分小心谨慎了,一定要观察他们撤离时的状态,如果日军是战败,十分仓促地逃跑,那遗落的武器就可以去捡,但是他们要是慢慢地逃跑,而且还有所停留, 那就要小心了,有可能就是他们布下的阴谋,战场上处处危机四伏,千辈们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,抛头颅洒热血,在抗战时期浴血奋战,他们不畏奸险,不怕牺牲,保卫了国家和人民,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,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 感谢观看